郭先生 你好 Lily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 今天講四個新聞 香港寫字樓空置九成的深圳搶客 美國施壓中俄貿易突然間有變化 李強就透露中國房地產不是那麼妙 美中貿易戰去中國化 我們講第一個新聞 雙月樓寫字樓是香港反映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成語飆 近年香港本地的甲級雙下空置率不斷飆升 這個出租市場都是非常淡淡 李嘉誠的長實習田旗下的豪華全海景大廈 就空置率甚至是一度高達九成的 以此同時中國大陸一線的城市 舊卡寫字樓由趁機搶客 比如說臨近香港的深圳、前海等地 就是以這個低租金去吸引這個港客 我們請吳先生和我們詳細分析 OK 其實香港那些甲級的辦公室大樓、辦公室空缺 這個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很多租用甲級寫字樓的公司 通常都是大公司 通常都是國際化的公司 通常很多都是外國資本的公司 這些國際大公司 他們是很重視政治上的變化的 他們很多 30年前 之所以來香港投資 租一間很大的寫字樓 那一輪 因為那時候他們是看好香港 也都看好中國市場 所以就再貴都租了 那時候是香港那些寫字樓的黃金時代 但是呢 今非昔日 自從這個國安法 2023條等等 這一系列的事情 就造成一個激烈的劇烈的變化 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都說 香港經濟之所以發明 香港之所以這麼成功 因為香港有法治 有人權 有自由 而最近這五六年來 發生的事情是什麼呢 香港的人權被破壞 香港的自由越來越少 香港的法治 以前香港的法庭 可以說在亞洲上 可以說是屬於最公道的 最公平的 最公道理的一個法治社會 這個人權更加是 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示威自由 等等等等 香港人可以說是 充分享受這些基本人權的 但是現在就不行了 大家都知道了 已經四年多了 四五年沒有維園六四紀念 這是明顯的 對集會自由的直接的破壞 以及對言論自由的破壞 所以你把那些最重要的因素 那些基石打掉 香港經濟這個大樓 就是這樣搖搖欲墜 因為它之所以這麼成功 主要是靠這些 以後有機會 我們可以再詳細研究 為什麼 為什麼 現在說去深圳那些會搶生 那些搶不到多少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說 是在香港退出的 是因為那些國際化的大公司 對香港沒有信心 對香港的經濟前途沒有信心 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前途 也都失去信心 所以他們下令決心走人 那你深圳唯一的 唯一從香港比是有好處的 就是比香港的便宜 那別人知道 那別人知道 所以走人不租 不是因為你太貴 對前景沒有信心 你這個深圳 一個同樣等級的寫字樓 你給我一半 就是跟香港的租金來比 是減了一半 可能不止一半 可能不止一半 它以為現在大陸 是的 算是一半 我算它是三分之一 人家大公司不自在這些三分一 或者是 你每個租金是 是這個 10萬 或者是 3萬 對那些大公司來說 是小事的 這個不是重要的 重要是什麼 中國的市場有沒有前途 香港的經濟有沒有前途 香港的經濟有沒有前途 香港的經濟不是穩定 我是不是可以繼續 好像以前那樣 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 民主、法治、人權 來大造 和中國大陸有關的生意 其實這裏是 所有外資的一種策略 就是 看中你中國大陸的市場很大 但是中國大陸 自由不夠 法治不好 人權又少 所以他們在香港 因為香港擁有非常大的自由 但是你現在沒有了 我搬到深圳做什麼 你深圳仍然是 共產黨統治的地方 一直都是一國一制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你怎麼減減都沒有用 這些東西 有一小部分的 外國公司 或者其他大公司 有可能 對某些公司來說 它仍然 由於中國市場的原因 仍然不能暫時撤退 因為它囚子 不是它不要甩手的 所以 留在香港 是必要的 但是留在深圳都可以 這些公司 就會考慮去深圳 我反正走不甩手 我還沒有甩手的東西 我就一定要留在香港 或者深圳中 在大陸附近 如果這些公司 不是很需要 香港那種自由與法治 它可以考慮去深圳 省回租金 但是這種公司 是極少數的 剛才 你剛才說 有些甲級公司 九成空了 我算是七成空了 那麼空了 就是說那些有七成的租客 就走了 它會不會因為深圳大減價 等於香港租金的三分之一 它就會回來 肯定不會 它走不是因為香港租金高 如果是因為香港租金高 我給不上租金 那就可能因為深圳便宜回來 所以很荒唐 根本沒有用 它就由它搶 它喜歡搶就由它搶 它這樣對香港來自 是雪上加霜 雪就是來自那些外資的撤退 剩下那三成人 還在租金 有些可能會搬去深圳 對香港來說就是雪上加霜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說 深圳想搶都搶不到 人家的目的是自由民主 所以才在香港 現在香港沒有了自由民主 我為什麼還在香港 更加不會去中國大陸 是的 他們的目的不一定是自由與民主 他們的目的是 能夠有一個 好自由的空間來去賺錢 香港有這種既自由 又有保障的空間 這個是香港 在第二次大戰以來 之所以能夠成為東方之珠的 真正的原因 這是成功的秘訣 你把成功的秘訣全部打掉 那怎麼辦 所以我說 香港經濟是可以復甦的 怎麼樣呢 你就給香港人以前那些 法治、人權、自由 香港經濟會馬上起飛 唉 沒錯 我不想說了 非常正確 另外最近這20、30年來 中國經濟的長足發展 很大程度 除了是因為中國人的勤奮工作之外 其他很多因素是什麼 是那些很邪惡的因素來的 是造假、騙人 騙銀行可以借得更多錢 騙世界可以借得更多錢 拿到很多股市的資金 但是你這一切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 但是你這一切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 現在是什麼 自從這幾年來 是股市的資金 但是你這一切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 中國中共指揮下的方騙局 是一路一路被人揭穿的 所以別人才失去信心的 哇 原來你是欺騙我的 你說某某公司怎麼 你怎麼 業績輝煌 原來是假的 我還以為是真 投資了你的公司 不是啦 我快手脫手我的股票 我的股份 所以中國股市 你中共去救市 怎麼救不了 你的股市它要跌的時候 它由於很自然的 供求關係的原因 那個股價下的時候 你怎麼救得救不了 最多是救到一時 救不了永遠的 我一直都是不講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股票 快手 就是大陸的股票 和香港的股票 都是以甩手為相差 是 沒錯 那我們講第二個新聞 中俄關係忽然間是發生變化的 雙方有望達成一項天然氣管的協議 就已經是割錢了 就已經不可以再繼續了 同時中國工商銀行 已經崩潔俄羅斯 是以人民幣結算的 阿里巴巴也都宣佈 它接受這個勞報付款 並不再向俄羅斯供貨 還有監控系統製造商 海航威士事前是沒有任何遺景 忽然間就退出俄羅斯 那突然間中俄的關係 為什麼會這樣變化呢 有請 我相信是因為中共是未打自招 自應招公 其實是一個 可以說中共已經輸了一個回合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美國有人傳出來 包括那個好像記得金融時報 那些很權威的媒體傳出來 說美國準備會出一個新的 叫什麼 可以說是二級制裁 你怎麼說的 你怎麼說的 就是說 我不單單要制裁俄羅斯 不讓別人買你的石油 我們整個自由世界的國家 全部都抵制你 不買你的石油 現在它下一個是什麼 它要制裁所有在背後 暗中幫俄羅斯的國家和企業 這一招就厲害了 這一招就命中中共的要害 因為自從兩年多前 兩年半前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 西方國家不想打仗 不想將戰爭擴大 所以用經濟制裁的方法來對付俄羅斯 希望你俄羅斯在經濟壓力之下 就明金收兵 這是它的如意宣判 但是如意宣判通常都很難打得是這樣的 尤其是因為中共在後面幫俄羅斯 其實有人自從講 如果兩年半前 北京那個冬季奧運會的時候 普京去北京和習近平秘密談判七個小時 如果當時習近平說 喂喂 你如果以後給你開打的時候 美國要制裁你 西方世界要制裁你 我幫不了手 我自己都需要一些錢 如果他是這樣說的話 很可能 普京就 根本就不敢開打 但是因為當時 習說 沒有問題的 老友 我們老友 沒有包氣 他們不是這些吃 我買 在後面和普京打氣 普京就有底氣了 回去之後 兩個星期就開打了 那另外一件事 令普京不高興的是什麼呢 中共是什麼 是落井下石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落井下石 是很困難的 被西方經濟制裁 那些石油沒有地方買 沒有人買那些石油 中共就說 沒有問題 我們是老友 我幫你買 但是當然了 我會幫你手 那你要便宜一點 普京說 OK 給你九折 九折太少了 五折就差不多了 所以普京都看到這些 我在這個台 或者其他台 我講過很多 就是我一直都說 中和之間 根本就不是一種很穩定的結盟 他的結盟完全是 暫時的利益上的結盟 我俄羅斯 想佔領烏克蘭 然後西方制裁我 我沒有地方買石油 中共說你會包起 那我就結盟了 好了 誰知道包起之後 你又在那裡押價 經常說你太貴了 你的石油太貴 俄羅斯很慘 他說我已經給了你七折了 太貴太貴 那俄羅斯怎麼說 沒有辦法 沒有地方 這個世界 除了中共就是伊朗 和北朝鮮和古巴 是會買的石油 但又買了多少 古巴和北朝鮮是小時候 伊朗有自己很多的石油 所以他都不會買俄羅斯的 所以基本上唯一 會在這個打仗期間 買俄羅斯的石油就是中共 所以他沒有辦法 那中共就趁火打劫 下井下城 就說你再便宜一點 再便宜一點 再便宜一點 那普京不行 慘了 我給他五折都好 一滴都好 就是這樣 所以 但是你知道 你這樣做法 俄羅斯的普京 怎麼會把你真的看成是老友 是共患難的老友 共金虎的老友 不會的 另外大家知道 蘇聯在共產黨時代 是世界共產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哥 而在毛澤東時代 蘇聯的黨第一把手 所以蘇聯一直是對中共有所防範的 所以這些黑幫和黑幫之間 是很難有真正的 是很難有真正的 心聯心的合作 沒有的 兩個都是大壞蛋 兩個都是無賴臨亡 所以各為鬼胎 大家沒有其他出路了 就抱團取亂了 因為當俄羅斯和中共 都是被西方孤立的時候 他們就會做一下結盟 但是他們的結盟是很自私的 所以他們之間遲早會出現利益的衝突 因為它不是一種信仰的共同體 也不是什麼意識形態的共同體 普京和習近平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他們唯一的共同體 兩個都想做霸主 俄羅斯因為它的經濟體 和國家的綜合實力 只可以讓它做地區霸主 最多可以做到歐洲霸主 再多就不行了 而中共呢 因為人多世眾 和經濟有所發展 所以它就夢想做世界霸主 其實兩個沒有什麼分別的 兩個都想做霸主 大家知道 一山難用二虎 你兩個都想做霸主的時候 最後這兩個所謂結盟的霸主 肯定是會打上來了 說回來現在最具體的是什麼呢 因為在美國政府傳出來 美國下一步會制裁 所有背後暗中幫普京 去幫它解決這個被制裁的困境 所有這些國家 銀行 企業 都會被美國制裁 所以共產黨害怕 就可能說那些為什麼 因為美國美國是一陣子 就是說是什麼 其實可能是因為香港的 那些人的不...... 但是他們都不是一陣子 他們不是一陣子 這些人 或者講話 然後它會做 好你們有什麼問題 gek 做這些人 肯定 已經去做 硬心 美國快樂 因為中國的經濟已經在面臨 大家知道連拜登最近都說 中國經濟面臨全面崩潰 在這個時候美國再來一個經濟制裁 你想一下 一間大樓搖搖欲墜的時候 然後你找一部起重機將它撞一下 這樣很快就想的 我不是說中國人變窮是好事 絕對不是這樣 如果有一天由於美國的制裁 或者美國的任何一個行動 造成加速中國經濟全面崩潰 這個不是美國人的錯 罪魁禍首一路都是中共 你中共在那裡假聲聲 整天造假騙人 他把那些借錢都騙人家 騙到大把錢 到處揮霍 就以為不可一世 現在人家看穿你了 不再聽你的責任 不再聽你的謊言 你可不可以走向崩潰 美國就是假速的崩潰 真正造成中國經濟崩潰的共產黨 美國最多的是加速的 所以你不可以怪這個加速師 你要怪罪魁禍首 這個就是目前的情況 沒錯 除了習近平他自己都在那裡加速 沒有說別人幫他加速 是啊 但是這個習近平真是很 是無意加速的 他不是有意加速的 是無意加速的 給他的政府是故意加速的 沒錯 沒錯 這個習近平真是覺得為了這個共產黨 值不值得呢 這個習近平 真的很多 連拜登都說 有沒有人願意和習近平去換為之 中國三中全會前 中國房地產復甦前 就是非常受關注的 中共的總理李強 在近日他開國務演場 在任務委員會的時候 就再次提這個 加快救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的 那港匯就直指這種表述 就是反映要穩定這個樓市了 但是呢 路途是非常漫長的 有分析就認為中國救市政策 是為了救他自己的政府 救他自己的銀行 唯獨不考慮的就是救房者 還有一些百姓的利益 這個是中共一貫堅持的原則 他們經常說我們 怎麼一貫堅持社會主義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些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他們最特色的是什麼 好話講盡 壞事做盡 你看 有哪個國家的政府 中國政府說為人民服務 說了這麼多次 這麼多年 都是中共 從1949年開始就說了 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服務 一直說到今時今日 講了75年了 誰中國人給它服務做 權貴 權貴的中國人 是可以享受中共的非常好的服務 一般的老百姓 勞苦大眾 是絕對沒有被中共好好服務 為人民服務 所以它做得出的是什麼呢 是踐踏人民的尊嚴 人民的人權 人民的自由 那些它做得很厲害 很快 你想想 自從中共奪了權之後 從50年代開始打地主 民四反 打到那些反動派 將以前的國民黨的官員 拉去坐牢 毒打等等 有些錢的人就是壞人 就是要對付的反革命分子等等 這些是他們的所作所為 但是好話說盡 一切是為了中國繁令富強 我們每個共產黨員來到這裡是為人民服務的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本色 所以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我真的不要經常聽共產黨的甜言蜜語 真的沒有用的 老子在2500年前說的那句話 到今時今日仍然是正的 確是這樣 老子說什麼 老子說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 美麗的語言 甜言蜜語 不信 你不要隨便信 起碼 信言不美 可以相信的語言的話 通常都不是很特別好聽的 所謂 中國人說的所謂 忠言逆義 所以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訓 共產黨是很重視的 怎麼說甜言蜜語 說到你呢 說到你心服口服 他是特別有研究的 真的的 穆澤東一開始就說 我們有兩大法寶 槍桿子和筆桿子 筆桿子是什麼 筆桿子就是宣傳怎麼說謊 他們很有研究的 不是說你開玩笑的 他不只是學馬克思利利主義的 他還學很多 怎樣去所謂 改造人的思想 其實呢 他是講得好聽的 改造人的思想 其實是什麼呢 怎樣騙人 騙到這個人呢 將謊言當作是真理來相信 這叫做思想改造 他們很有研究 研究很多 他們有專門的專家去研究 怎樣去改造思想 怎樣去改造這些知識分子的思想 怎樣去改造那些西藏人的思想 怎樣去改造法輪功學員的思想 他們搞到露火純青的 他們真是很厲害的 各種可能的辦法 有些人還以為 被人抓去參加那些什麼洗路班 那你就是被洗路了 那是對的 都是被洗路 但是 很多人錯的地方是什麼 以為沒有人抓去洗路班 我就沒有被洗路 不是 整個中國大陸就是一個洗路班 各種層次的洗路班 你只要生活在大陸 你生活在大陸 你的鄰居 你的街道上 你去商場 你去哪裏 你聽電視 看電視 聽電台 看報紙 看書 一切一切都是在洗你的路 那些所謂洗路班 是強化洗路 整個大陸就是一個大念工 你只要生活在那裡 說回來李強 他是沒有救的 他現在是靠嘴巴 嘴巴 嘴巴都現在說不出話來 他說三中全會之前 他們很希望能夠開三中全會的時候 有得交代 三中全會經常 其中一個主題是講經濟 他這次李強就講什麼房地產 什麼房地產呢 是因為中國經濟 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可能三份 四份之一 四份之一的中國經濟 是依賴房地產的 所以房地產崩盤 整個經濟都站不穩 共產黨李強這類人 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但是他講不出什麼解決辦法 講來講是很空洞的 我們怎樣要牢牢掌握這個數據 我們一定要考慮到這個銀行方面 各方面配合 什麼什麼 全部是空話來的 沒有用的 所以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講 中國經濟是面臨全面崩潰 面臨全面崩潰 而這個中國經濟目前 我經常都說是無可救藥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共產黨 即使你共產黨 你李強也好 習近平也好 即使你們已經意識到 中國的經濟 是很大的問題 是遙遙欲罪 你想救他 沒用 病入高科病 癌症後期 個個都想救他 醫生都想救他 沒用 無藥可救 這個就是無可救藥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的 所以李強講的很空洞的話 我看一下他講的 很空洞 他講什麼國務會議 一定要保住這個房地產 房地產不可以破壞 不可以崩盤 講得直接一點 就沒有後果很大 你說這些有什麼用 誰不想 誰不想房地產好好地 繼續運轉下去 但是沒有辦法 為什麼 是因為我一直在講的 中國的經濟 是建築在無數的造假 無數的謊言 無數的以餘摸詐的基礎上面 這些事情 一時可以行得通 時間長 越來越多 那些欺騙 那些騙局被人擦穿 你看恆大 為什麼恆大會面臨破產 它欠了別人 330億美元的債務 哇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一間公司可以欠別人這麼多錢 它可能還借了很多錢 為什麼他們可以借到呢 是因為騙子手段 恆大會去找些銀行 然後說 喂 我需要多少錢 我還要見很多新的樓 那些什麼 那些朋友說 喂 老友 你恆大現在已經很多赤字了 給我所知 你去年那個結果 你都是這樣鑑山 說你自己賺得錢 其實我知道 我們心知肚明 你哪有賺到錢 你是這樣說的 你現在又要我來遮 那恆大說 喂 老友 銀行先生 那我們大家 老朋友 共患難 我現在很麻煩 那我都會厚慮到你的情況 對吧 那大家 對方就開始 願意繼續談下去 談下去什麼 你再借給我10億 你解決我目前的困境 那這10億 大家明白了 有500萬 是放回你的袋裡 好不好 搞不搞定 啊 他說 喂 有沒有搞錯啊 500萬 擺哪個袋啊 這麼小的數 擺在我的大袋裡 都會 都不知道 找不找得出來 對吧 最後搞 這樣 那 他又借錢 那那個銀行家又收了 不知道多少錢 可能是千萬 就搞定了 對吧 這就是中國經濟 哇 很繁榮啊 他借了錢 他又去投資 又去做新的什麼項目 他那些年報上面 哇 恆大 前年不知道賺了多少錢 去年又不知道 做了很多新的項目 在家裡 起了別墅 哇 很厲害 為什麼他這樣說 希望你去股票 買他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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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買他的股票 他又有錢 啊 就是這樣 整個中國經濟 就是這樣搞出來的 我不是說說中國 中國 中國 恆大下面 他有用很多建築公司 建築公司 請了很多 非常勤奮的 非常能夠黑苦內勞的中國人 辛辛苦苦跟他建的那些樓 但是這些勞虎大眾 根本就不知道 那幫權貴是怎樣騙人的 他唯一發覺就是 突然間上面說 停工 先是出不了工資 已經三個月沒有工資了 他就是唯一的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債台高速 怎麼搞的 總之 共產黨 明明是因為你共產黨 你的獨裁專制的體制 造成這些問題 再加上你75年來系統地破壞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人是講信用的 歷史上的中國人 傳統的中國人是重視仁義禮之信的 你全部破壞了 佛家的人都是 信佛的人 是要引人向善 做事的 什麼都是講慈悲為壞的 你現在把這些事全部搞到這樣亂七八糟 最後當災的是中國人 通知都收不到 總之如果繼續講的話 就是現在李強也好 習近平也好 他們是無計可視對中國的經濟 無計可視 所以如果你說 剛才我講的說 美國可能開始對中共進行制裁 那就真是在一個搖搖欲墜的大廈上面 再加一拳 或者一個搖搖欲墜的拳手 被人再加一拳 大家都明白什麼叫做崩潰 是呀 沒錯 我們講第四個新聞了 OK 這個食物就是製造電動汽車電池的關鍵成分之一 已經是成為中美貿易戰的新焦點 美國政府就向這個電動車和電池製造商施壓 就要求他們為這個食物讓極 就是電動車電池重要的組織部分 就建立新的 去中國化的供應鏈 就是它連這個食物 它都要去中國化了 現在的美國政府 是 那食物 據我所知 是這個電池很需要的 就是用在電動車裡面的電池 是需要很多食物的 所以如果你食物短缺 那你就生產不出很多電池 生產不到很多電池 那你的電動車就沒有得動了 電源不動了 所以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材料 那其實呢 食物不是唯一的 現在是核心的 以前的那個稀土 已經說了很久了 稀土也是電動汽車和電路工業非常需要的 現在只是多了一個石墨 那這件事呢 我覺得呢 一方面是可以說通過美國 現在要求美國的去改變他們的供應鏈 即是說呢 不要依賴中共 或者中國的這個供應 食物的供應 應該去開展其他地區的供應鏈了 那其實呢 這件事呢 可以說是整個西方國家的 西方陣營 自由陣營 自由世界大陣營的 去風險的其中一個措施 這就叫做去風險 他們去風險的是什麼呢 就是將所有西方國家都在做的 就是將他們的國家和中共的經濟上的來往 一單一單看 比如說電腦啊 工業是怎樣的 太陽能是怎樣的 電動汽車是怎樣的 我們一直看 我們有多少是依賴中共 中國市場是依賴中共的 還有呢 有幾大的風險是中共可以利用這個依賴性 來武器化 來要脅我們 如果你不肯照我要的去做呢 我就不再供應你了 這些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為我一直都說呢 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幫 黑幫就是這樣嘛 黑幫就最厲害是要脅你的嘛 把你的兒子劫持了 然後說 你不給我多少錢 我就把你的兒子殺了 或者把一個耳朵割出去 你如果給錢 我就放人了 其實做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些是黑幫 他不管什麼叫法律 什麼叫道德 根本沒有底線的 信我者槍也我者亡我 就是要達到我的目的 所以在這方面呢 西方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我們都要吸取教訓 不要太多執著於名利心 如果你經常想著要出名啊 要成功啊 要發財啊 升官發財 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啊 那你就很容易上當的了 共產黨就是這樣欺騙你們的 欺騙我們 等你以為呢 你如果對我好 你可以容易發財 共產黨當時 為什麼我們西方國家 那麼多依賴中共的很多供應呢 就是當時我們被他們欺騙了 不知道它是一個邪惡的政權來的 蘇聯的時候沒有這樣的事啊 蘇聯的時候的美國人 蘇聯的時候的西歐人 是很小心的 不會太依賴蘇聯的 因為那時候呢 西方有一個共同的認識 蘇聯是一個很邪惡的政權來的 那麼呢 到了中共崛起的時候呢 大概80年代 90年代 鄧小平 為老奸計劃的鄧小平 就很擅長演戲嘛 他們比蘇聯的俄羅斯人很多的 俄羅斯人 就是唱歌也可以的 演戲沒有很厲害的 尤其是玩這個撲克 即是扑克 大家知道玩扑克的那些人 是很重要的 要有一個扑克臉 撲克臉 就是你的臉部 不要表露你耐心的情況 你是高興啊 或者是憤怒啊 或者是難過啊 全部要看不出來的 那你才厲害的 那中國人在這方面 比俄羅斯人更厲害的 所以他們在西方人面前做戲 騙到他們騰騰轉了 所以呢 很多西方人就沒有防範 根本沒有防範 蘇聯那時候如果有蘇聯的公司來 喂 我有很多很便宜的食物哦 你需要很多電池啊 我可以供應啊 西方人想過 嗯 但是你是蘇聯的哦 你是共產國教啊 不算了 算了 我也不是啊 但是呢 老奸巨劃的鄧小平指揮之下 很多共產黨的人就很厲害的 做戲做得很厲害的 哈哈 哈哈 是不是 沉沉到 有的風聲啊 我們很崇拜美國 美國的民主 美國人 全身都是民主的氣氛啊 哎呀 我們講過天花浪漫的啊 那麽騙到美國人同樣轉了 那麽全部大安無好啊 就是這麽簡單的 所以今天我們西方的供應啊 那些各種各樣的民主供應啊 是非常依賴中共的啊 從稀土到這個食物 一樣的東西啊 所以呢 現在他們開始明白了 每一個依賴 開始蘇醒了 每一個依賴 每一個依賴 就可能成為他們的武器 對付我們的武器 是啊 他們現在慢慢就去這個中國化嘛 又去食物啊 全部都是轉向啊 現在的西方國家 全部轉向啊 但是這些事不在一年之間的造成的 因為譬如說你現在食物 第一你要想 還有哪個國家有食物啊 那可能呢 可能你在南美洲國家 我舉個例子啊 隨便舉個例子啊 但是如果這個南美國家 譬如說是委內瑞拉 哇 糟了 又是共產黨那一套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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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這樣明白呢 他就不會再從一個火坑跳到另一個火坑啊 那麼呢 他可能找到啊 原來 譬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智利 智利啊 都有啊 那這樣明明明就行 那你要跟他談 你找到那個商家 他是一個石墨的什麼 礦場的擁有者 那你跟他談 可以每年可以供應多少石墨啊 還有什麼 什麼價錢啊 搞得好 說很多的 那最後呢 要簽合同 這些東西不是一天之間的事 不過呢 總是要 總是能夠開始呢 就已經是非常好的事了 不過我想呢 老實說一句呢 那些有先知先覺的美國企業呢 他們會當時聽川普總統的話 因為川普總統在2017年呢 就已經發出書面警告 要美國的企業注意 不要太依賴中國市場 因為不會出事的 還有呢 鼓勵他們呢 撤退 將他們的 在中國的工廠啊 搬去 搬回美國啊 或者搬去第三國家 這個 所以有些 當時呢 很多人呢 還對川普 就是半信半疑啊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就聰明一點啦 就相信他 那當時就已經開始計劃 怎樣撤退 據我所知呢 有不少的 美國企業呢 是當時就開始怎樣計劃 撤退 離開中國大陸 所以呢 這些事情呢 有時呢 需要很長時間的 很多事情的 不是這麼簡單的 除了我剛才說的 你們要找新的 你首先呢 你這個大公司內部 還要開很多會的 甚至要開董事會 大家同不同意這樣做法啊 對不對就是這樣做啊 同意之後還要 又要給一個任務 給一個工作小組 你們去研究 將食物供應 從中國搬去這個 泰國 會有什麼後果 這個工作小組 肯定要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又要飛到泰國 跟泰國的商家談 泰國的政府談 等等 整個可行性 最後寫一個可行性報告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壞處 有什麼風險 全部這些人 都是很容易花半年的時間 做這件事的 最後決定了 半年之後你才決定了 OK 泰國是可行的 或者更慘就是 最後那個工作小組說 泰國不行 有其他風險 他們會把工 他們會誤會 總不知找到一些其他的風險 又不行 你去找另外一個 這些不是一夜之間的事 不過正如我剛才說的 那些聰明的美國商家 相信川普總統當時的警告 當時就已經開始撤退 他們那些就沒有問題了